繼續開會,謝謝 好,謝謝主席 我們請一下部長,好不好? 請張部長 蘇緣,你好 部長,中油今年他們是 贏餘還是虧損? 今年啊,今年還沒有結束 今年預計可能是在 虧損跟營運中間 可能可以打平 可能可以打平 你剛才在回答委員的時候 你說 我們中油政策性 我請一下我們中油董事長,你一起上來 我們中油負擔政府的政策性 負擔總額是差不多多少錢? 去年是 501億 去年約501億 那簡單的講 你說今年我們中油的 盈餘 或是虧損的話 應該幾乎是打平嘛,對不對? 對 預估嘛 那如果說是扣掉 所謂的政策性負擔的話 一年501億喔,對不對? 那中油應該是 賺錢了,對不對? 對 去年 我們現在講的那個數字是去年 好,是去年嘛 簡單的講 你的言下之意是說 因為中油負擔了太多太多的政府的政策性 對 的一個預算問題 對 所以才會導致他們虧損嘛 對 對不對? 帳面的虧損 那 是不是也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才來跟我們人民來當成提款機來提 這個沒有關係啊 怎麼沒有關係呢? 對,中油的政策性負擔的 事實上是跟他虧損這樣子這個 設算的結果 當然是中油會有盈餘 簡單的講嘛 如果說我們中油他沒有去負擔這些政策性的負擔 就應該有盈餘 一個事業單位有盈餘是合理的盈餘 對嗎? 因為一個事業成立 那為什麼政府就要叫中油來負擔這個政策性? 所以 這個就是應該要回歸各個目的事業 所以 那你有沒有跟行政院反應過? 當然有 那為什麼不說 可是各部會因為預算沒辦法編列進去? 那不能預算沒辦法編列就要中油來當 對 所以 所以最後等於是這個虧損啊 是政府在 在負擔啊 對啊 中油的虧損 那中油虧損了以後 那他是不是就變相的每次就是來調整油價 跟向人民當提款機來用啊 如果說 現在中油 他沒有來所謂的政策性負擔的話 一年要五百零多一百零一億呢? 對不對? 如果中油沒有負擔這個 他絕對是盈餘吧 油價的調整 是跟國際油價的成本的連動 不是說他虧損就要調整油價 中油這邊的是 但是 現在是 激動的 讓人民感受到的嘛 像現在 剛才有委員諮詢過啊 現在整個的所謂的原油它是降價嘛 但是我們的整體結構裡面 像我們又要漲了嘛 並沒有原油 並沒有整個下降 對不對? 部長 你剛才說 有跟行政院反應過 有 各部會編不出來 那你站在一個經濟部長的一個立場上面 為什麼一定要中油來當冤大頭呢? 你說反應過? 經濟部已經是多次在會中反應 行政院也做成決議要各部會逐年來增加他 那今年你覺得他們 對啊 好 501那今年呢 明年呢 你們要政策負擔多少錢? 中油 明年 明年 因為由於這種恢復浮動油價的話 這一種對浮動的這種動漲還漲已經沒有了 但是還有一些其他比較 金額比較小的這些政策負擔 包括對於這些 計程車大眾運交通工具等等 這一類的補貸還在 還在所以還是有一些 一些這個政策負擔 對啊 剛才部長有講了 你們的政策性負擔 一年大約現在501億嘛 那是去年嗎 去年嗎 那你們明年 去年好 那今年的負擔是多少 今年的政策負擔 也許再不會超過100億了 差不多50幾億了 去年負擔501億 今年就剩下不到100億了 那是主要是因為去年4月以後啊 這個慢慢回復到市場浮動的機制 所以這邊500多億幾乎都是上半年 在動漲的那個階段 每一公升負擔五塊錢 所累積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我先問一下 你們的政策性負擔包含哪些 跟委員報告主要就是說 有一些計程車還有這個大眾運輸工具 漁船的用油的一些補貼 另外還有便宜的補貼 那剛才講的給各部會的呢 各部會編列的呢 各部會比如說這種計程車啦 或者是說這個大眾交通工具 那本來是交通部要編列的 對 但是由於交通部它預算有困難 所以過去幾年我們提出要求 但是我們都繼續再承擔 對啊 繼續承擔 照顧人民是好的 這我們都贊成 但是部長 站在你的立場上面 各部會沒有理由說 當他們預算編不出來的時候 就要來中有吸收啊 沒有 我同意 沒問題 我就是這個意思 我同意 對啊 那你認為你有沒有破例 還是有沒有這個能力 跟行政院來講 要求回歸各制度面 要求他們各部會去編列 我們就是持續在要求 每次在政策 但是每次都不做啊 因為預算沒有辦法編進去的話 預算如果沒有辦法編進去的話 行政院它就會把這部分 列入所謂政策器負擔 就會把中油的所謂的盈餘的 法定盈餘就會扣除嘛 所以等於是政府要認這筆帳 不是中油來認 我對 我們是希望是什麼 什麼事情回歸制度面 沒有錯 沒有理由 沒有錯 但是中油該改善他體質的問題 還有很多計價方式的 我想部長 重要的是說 現在人民都一直沒辦法感受得到 說為什麼我們的油一直要去漲價 人民生活他真的很生活很困苦了 他的所得也沒有增加 對不對 書委員講到這個 其實就跟剛才這個問題 其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今天如果說我們考量到民眾的負擔 所以如果說油的成本提高 我們不讓它漲 讓它動漲 這個部分也是所謂的政策性負擔 也是政府要買單 並不是中油來買單 好 那個董事長你先請回 部長 那一天我們有凍結你的所謂的年終 之前司隱部長他在位的時候 他說如果我們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超過2的時候 他願意辭職下台 你接任也非常久了 但是我們的經濟一直沒辦法看見起色 然後從當初的金建會主委 他一直強調的黃金加差的4% 到一直主計單位一直下修3%到現在 好 年關也將近了 那你現在繼續對保二這個問題 你還有沒有信心 這個問題我剛才已經說明 因為 你跟我講還有沒有信心啊 陳明委員說你有信心 年底要到了 我想在這個這個時候講有沒有信心 沒有什麼意義 對 你剛才講到重點沒有什麼意義 對 我們要的百姓要看的是實質的東西 沒有錯 但是為什麼我們竟然會一直把我們的經濟成長一直往下修呢 對那個 因為預測是預測啊 實質的情況啊 如果說沒有辦法達到預測當然就往下修 你覺得好 從年初到現在 全球的預測機構都是在往下修 那我一直在講 那為什麼之前你們都一直那個 為一個大片給台灣人民在那裡看 看有吃沒有 然後你們又說 因為台灣的經濟跟全球的經濟都會掛鉤 不會說台灣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們要講的是說 你當部長也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啦 我想你也應該可以感受到 人民現在沒有什麼的所謂的幸福可言啦 然後薪水也沒辦法去成長 然後大家百姓生活苦哈哈 然後我們在這邊講這個意思 不是一直說 啊 經濟成長只是一個預測 當全球每個都在下修 改成欸 大家都一樣 不是只有台灣壞了啦 好像這個問題又跑出來了 你現在講這個 這個預測跟實質下修的問題 我剛才這樣說明 那你們現在就是 預測是另外一回事 然後下修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最主要的論點就是 今天台灣經濟 如果說沒有到一個標準的時候 我們應該很多事情要努力 總會言之一句話啦 不是只是看那個數字 二或者三 如果今天三 民眾仍然覺得生活不好 那三又怎麼樣呢 我要跟部長你講的啦 百姓不是在意的那個數字的問題 所以他們感受不到啦 我非常同意 不管是多少 要讓人民 尤其是基層的人民 去體會到說 我們現在的政府是做事的 讓人民感受它是幸福 有幸福的 沒有錯 這個就是我的論點 這個就是最重要 但是你們這些都做不夠啊 現在都做不到啊 我想很多啊 經濟的問題 不是委員 委員講如果今天問題 我們做了一兩件事 或者是 這個有幾個 我現在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把經濟的問題把它改變 很多東西是根本的問題 明年啊 我們很多節奏的問題 我們現在又來預測啦 明年你認為經濟 我們不是預設的 我們不是預設機構 我們經濟部也從來不做預測的 我們去感受啦 我同意 這個我非常同意 來部長 我現在手頭齁 這個 這個東西 你可能現在看不到啦齁 這個 這個應該要拿給你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自來水管裡面 裡面的淤土的沉積 那個自來水公司 董事長 我們請董事長 董事長 這個港齁 裡面十多年了 裡面都是泥土 裡面都泥土 我為什麼那個自來水董事長 我為什麼拿這個東西 屏東的自來水普及率多少 455.79 呃 台灣倒數第三嘛 對不對 好 一個頂 你能想像一個鎮 裡面 沒有自來水嗎 一個鎮喔 不是香喔 我想的是 那個曹周鎮齁 他才三趴 三趴 不到四趴 對 屏東有三個鎮 一個是屏東市 三個鎮是什麼 東港鎮 恆春鎮 還有曹周鎮 一個鎮 竟然沒有自來水 都要抽底下 而且是檢疫自來水 啊這屬息 不到四趴 啊這屬息啦 我沒在說八十片啦 這個裡面都是從抽地下水下來十年淤積的土 所以你得知道而且 門的含量非常高 我現在要拜託董事長 部長 部長 住在一個鎮裡面的人民 竟然沒有自來水可以使用 我這邊拜託 我所了解的 你們現在已經完成了大潮州自來水的一個規劃 規劃 但是你們還要三年才可以說 包含著規劃啦 什麼後續的還要三年 我們會說得失程 說得失程 一年一年有辦法 上一次那個洪鎮長有跟我見面 對 商討這個問題 沒有理由啦 所以我們當然會拿出破例 然後現在跟台塘租了三年井 好 我現在要董事長你剛剛講拿出破例 我是替地方請命啦 對不對 大家都抓過來關心主來自 原住民的原因 關心原住民 一個鎮裡面竟然沒有自來水 所以沒辦法想像啦 我們要求一年內趕快去把它這個處理完成啦 一年內 一年 由你現在都規劃好了嗎 工程規劃大概 不要三年 我可以打發票不要三年 兩年 兩年 沒有啦 你規劃的已經好了 你規劃的還要當時發報 現在就是說 要下去做 可以做下去做的東西啊 那時候佩生身體安全 大家一直期待 自來水已經來 兩年啦 還有土地的取得的問題 沒有啦 那個是小事嘛 你告訴我現在因為 又包含到醫生要錢嘛 我要求的是 我們在跟時間賽跑 我也很高興說 你如果要正視這個問題 我們要趕快來處理嘛 欸這真的要怎麼吃啦 但是現在土地呢 還沒找到 我們準備要跟太坦豬 然後還有這個佩水池 好 我的時間到了 我不要再用時間啦 我要求的是 董事長 要去正視這問題 要保持說 我會做主決議啦 我們希望的是趕快 沒有理由 吃這個水是要怕死人嗎 我們最快的速度 不要給我們期限 我們最快的速度好不好 沒有啦 這一定要要要求啦 我是要跟你們講 部長 我也希望你們支持 台水的這個 包含他們的這個 預算來源啦 這真的太過癮了 今天大家身體健康 不知道要哪裡來啦 要拜託真的 這台水公司真的要 加快腳步 謝謝 謝謝 謝謝